怎麼樣成為一個更有價值的人 在於 他永遠在學一個新招 永遠在學習 不斷的有新的東西容納 他就是海綿體 他就越吸越大越吸越大 越來越變的 那等到這個量跟值有裂變了之後 他就變成到另外一個層級 事實上如果你的觀點是 每個人都有他厲害的地方 那我可不可以看到別人的優點 然後去不斷的跟周遭的人 不斷的大量學習 他們的強項 我相信這樣的思維 一定會讓你變得越來越好 不斷的打開自己的耳朵 然後去聽不同產業的內容 他們的執行跟學習方法什麼 然後我會想說 每個人他們一定有很厲害的地方 我可不可以只看他們的優點 然後去學習他們的優點 融入看看我喜不喜歡 跟我想不想用 想不想會 這樣子的角度 我很喜歡做的事情是 跨產業學習 所以我可能會花很多時間去跟 不在我這個產業領域的 我可能就跟他探討一下說 他的觀點是什麼 他對現在市場的狀況是什麼 然後我拿出我的觀點 然後大家去PK 然後就發現說 哎呀我的 我的觀點有好多漏洞 思維的漏洞 知識落差的漏洞 判斷的漏洞 然後技術 理解不足 所下的這種錯誤誤判 等於是被PK的 非常非常慘 但是這樣子就是代表說 我在一個大神之中 學到他的看法 他的邏輯去修正 補強 強化我自己的知識領域 跟判斷跟觀念邏輯 在這個能夠學到新招的前提 是在於心態的調整 就是你很客觀的去 去做個檢討 去做個整體性的覆盤 當你不順利的時候呢 你就會想想看 咦 我這個東西不順利 是不是之前還有犯過類 類似這樣狀況的不順利 然後是不是有一個徵兆 讓我知道說 咦 這件事情可能又要再發生 如果很順利的時候呢 你要想的事情是說 咦 我如何複製這個成功 下一次 我能不能做得一樣好 我能做得更好 我能不能做得更快 我能不能過得更完善 或者我能不能做得更有價值 或者我用更少資源 做到一樣等級的 複製 然後優化 那所以 變強是在於學新招 然後新招怎麼容納在裡面 可是容納之前是要那個心態是對的 那等到執行完了之後呢 我怎麼樣在於順利的時候 去判斷我能不能複製他 不順利的時候 我怎麼樣去避免 然後甚至是知道說 是什麼事情導致他不順利的 徵兆是什麼 把他抓出來 降低自己的錯誤 這是我自己的角度 跟大家做個分享 當然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 也讓我知道一下 那就下次見 好了 掰 Adiós Ciao